安居樂業洗洋洋好不好 春節服務不打洋 安居樂業洗洋洋 交通隊做遠端監控以外 我們讓用路人不管你在原鄉部落 不管你在海邊 不管你在農村漁村 任何一個路口 你只要點閱進去 路況絕對都可以 而且這個氫氣度非常高 甚至在原來的這個系統上 可以標示 只要有紅色斑點的地方 都可以標示目前的流量狀況 甚至我們未來 在過完春節會把這樣的APP 再全面擴充到 包括旁邊的醫療 包括旁邊的商店景點 做一個結合 目前以整個交通流量 因為屏東是全國 有大概這個旅遊路線最夯的一個地方 所以為了用路人的安全 避免塞車難得的假期 因為這樣堵在這個車陣上 我們任何它可以去繞道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方式 任何的一個手續機 你只要當入屏東縣警察局的APP 甚至上屏東縣交通知信網 只要上這個網 確實可以連結到 即時的交通知信的服務 這個也要講 999專線 請問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我現在的大火車站啊 春節期間停車位好難走 有哪裡開放停車呢 歡迎除夕到大連出山 尤其在屏東市區 有市區路邊停車殼 全天免費的一個停車 大連出夕到出山 任何一個停車殼都是免費的 除夕到出山 平衡市區8處路外停車場 22個主要路段 路邊停車各位都免費開放停車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哦 各位觀眾 感谢观看